路口處車來人望 右邊巷口有輛警車 慢慢開出來 只是讓後方執行的轎車駕駛 好不滿意 轉彎車讓執行車 你不知道喔 駕駛搖下車窗表達不滿 隨後又回轉追上警車 那學長我們抱歉 因為我們有接獲一個 三明村的案件 我們要先去處理 好 OK 那你警示燈剛剛開 現在又不關 那是你叫我靠旁邊 我以為你會 你違規啊 對啊 你自己違規 執行員警發現對方是退休的前輩 趕緊解釋 但對方似乎停不進去 三十二晚上六點多 桃園市春日路與正二街路口 一輛警車被一名退休員警指控 沒有依規定禮讓執行車 還說警察執法犯法 警車不能縮轉流轉 對 因為民眾會反應不及 我覺得應該要民主吧 警示一下 背欄下的員警喉無奈 因為他當時是有案件要處理的 並沒有故意不禮讓 原警先行停車了解狀況後 表明執行 勤務之路權優先 及行駛的動線 警方表示 警車執行時會是狀況 若碰到緊急刑事 一定要開封名器 然而當天的案件是 處理停車糾紛 只需要開警示燈 才會沒有鳴笛 不過當時剛好塞車 警車是慢慢開出 有先停下來才轉 是在安全範圍內 並沒有違規 TVS新聞 廖宗慶藍廷 桃仁切放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